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大家好 感谢收看SUN的书云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这场比赛给大家带来的是EG对战VP的比赛 这个也是2016年波士顿推荆标赛秋季赛胜者组的第一场 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双方的一个VP 那么VP一上来是搬掉了毒狗和这个蓝胖子 他们没有去搬最近在妹打的比较多的这个剧毒 没有搬这个剧毒 不过这场比赛应该也是考虑到EG自己搬掉了这个小黑 搬掉了这个小黑 而没有想到去搬掉剧毒的话 因为一般来说剧毒的是要配合小黑的一个体系 然后进行一个快速的推进 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那么EG一上来是给在妹拿了一个小精灵 第二手是拿出了一个大树 而VP则是非常果断的拿出了鱼狗 第三手搬掉了一个死问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打小狗比较好用的一个carry 那这样的话EG可以用来去打这个小狗的还有一个熊战 一个熊战可以用来打 蚂蚁可以用来打 还有水人可以用来打 这是三个比较常见的 你感谢199533赠送的UR和若基 还有赞 以及阿根廷赠送的30个赞 还有浅着蓝桥赠送的UR EG选择在第三手搬掉了一个DS VP在第四手搬掉的是苏蚁尔的一个链金 其实鱼狗的这个体系不是特别怕链金 鱼狗打链金的话速度还是还是可以的 鱼狗打链金就是需要再搭一个大扣 就是把鱼狗的这个输出时间在延长大概一到两秒之后 那么这样的话一般来说链金还是遭不住这种爆发的 由于我今天起的有点晚啊 今天这个最近这两天太累了 所以今天起的稍晚了一点这样啊 导致我的这个嗓子可能今天第一场比赛 因为这个是状态还不太好 那个第二场比赛应该就好了 VP也是很坏 VP选择是自己在第三手搶的蚂蚁 那这样的话能够留给 EG用来打狗的这个英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死温被搬了 蚂蚁被抢了 小黑体系也拿不出来 那这样的话这个鱼狗的战术 VP这场比赛 其实如果他打算拿鱼狗加上蚂蚁的话 是可以不用搬这个练金的 他们的蚂蚁一般用来打一个辅助位 那么这个四号位的蚂蚁一般会出一个勋章 勋章加上鱼狗去秒对方的这个练金是秒的很快的 比较常规的可以用来去打这个鱼狗的比较常规的可以用来打小狗的这个carry 所以现在就只剩下熊战了 用熊战 用熊战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EGD四手搬掉的是一个萨尔 这个也是比较具有这个VP特点的一个英雄 而且EG这个阵容并不是很适合去打牵扯 他现在目前来看呢 EGD这个阵容就是打一波 就是小精灵和八术这两个英雄都是打一波的英雄 他不是这种能够去 经常去牵扯 牵扯好几波阵容的这种 这种英雄 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第三种拿的一个发条主要也是还是强化自己这个一波 VP则继续去拿这个No One的龙旗 整体来说这支队伍的一个 VP这支队伍就是让人特别讨厌的那种队伍 他们整支队伍的一个英雄池并不深 整支队伍可以说英雄池并不深 但是他们这支队伍每一个人拿出来的这个英雄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文金油的英雄 而且打得都非常好 这个是比较讨厌的一点 直播间这边观众晚上好啊 我这个嗓子主要是因为这两天太累了 再加上我今天起的稍微晚了一点 那多赖了十分钟床 我没有起来去把这个嗓子 就是通过一些手段 把这个嗓子稍微开一下嗓子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渠道和时间不够 你这果然是拿了一个熊战 因为他现在不拿熊战也没办完 而且这样比赛他拿熊战的话很有可能 比较要被迫去出到一个A帐 他不出A帐的话还真不行 他不出A帐的话这场比赛鱼狗一个跳踩 如果他没有来得及就是没有队友能救他的话 他就直接就去了 这要被对方对穿那个节奏 这场比赛的中单位置如果要说去打这个 如果说是考虚打这个鱼狗的话 中单位置可以用的英雄 伐木鸡可以用 但是伐木鸡 伐木鸡在面对鱼狗加上蚂蚁的时候 其实还是比较脆弱 他们这场比赛的这个两个酱油都具备一个不错的救人能力 大树也是具备一个去限制小狗输出的这么一个能力 不过大树的这个树甲啊 他能够格挡的伤害量其实只有80点 他只能够格挡80点 他这个对于小狗的输出来说 就是小狗的撕裂伤口加上平A的输出来说 其实这个挡不到他就伤害了 因为一般来说小狗在拿到自己的核心装以后 一般都是三八掌到四八掌就拍死一个人的 所以他的这个 每一下能格挡80点伤害 对于小狗来说这个价值并不是很大 对于蚂蚁来说这个格挡很有效 蚂蚁的输出打到这个人身上的话 一般来说格挡到80点的话会很疼 VP选择在最后一手搬了一个猫 咱们直播间的观众里边就是说关于这个标题的问题啊 标题我已经改了 直播就是说斗鱼这边他需要审核一下 EG最后一周选择是拿了一个水人 那这样的话是一个苏妙的中单熊战 那也就是说 EG选择是在最后的两手拿出了刚才咱们说过的两个可以用来打 现在剩下的打鱼狗的这个英雄 就是熊战和水人这两个carry 这两个carry都拿出来了 只不过这场比赛应该是苏妙的一个中单熊 中单的熊战这场比赛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龙旗本身在中路打熊战也不好打 回来二直播间的观众我觉得老肥羊能夺冠吗 我并不认为他们能夺冠 我并不是 我并不算是 并不是因为他们把老干爹打掉了 而是老肥羊其实队伍他们整体的一个 就是在其实从他们在小组赛和国外队打比赛的这个情况就能看得出来 最后一首VP也是剑风招药 你敢拿这个水人我就拿A去怼你 其实国外的队伍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在拿人的方面比较果断 他一看一旦你拿出了一些我可以去直接针对掉的英雄我就直接把你针对掉 而且是用最直接的一个办法把你针对掉 而不会去采用一些变相的针对你的方法 他不会这样做 你拿链金 你拿水人 你拿这个 你拿链金水人这种英雄 有AA我就拿 你拿带泽有福王我就拿 他都是这样 他这种针对是比较果断的 他不像就是有的时候中国队 你像昨天的中国队 有一场对手在很早的时候就拿出了一个链金 然后其实当场上是有AA的 AA并没有被搬 而且自己的阵容也是可以拿AA的 然后就是不拿 就是不拿 然后就被对方给怼了 回来直播间观众问题就是不拿船长 因为船长这个英雄节奏偏慢 而且船长这个英雄他被他被削弱 以前的船长之最强是因为他在前期的这个出出很高 他的一个一个一个水前期的一个水配合对手很容易杀人 现在的他这个水不是很容易杀人 而且船长配合人杀人的话 他需要去有一个人帮他定位 就如果能船长想进行有效的输出的话 他需要有人帮他定位 但是在昨天和这两天的比赛来看 中国队抢到毒狗的次数很少 而且中国队在昨天这两天的比赛当中拿黑鸟的次数也很少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船长这个英雄登场率比较低的原因 船长如果说完全放弃这个水刀 就纯走插水的话 那他的这个输出太看脸了 过于看脸了 团战船长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 团战船长就是一波 团战船长现在这个版本真正强是强在他前期的一个线上游走 这里中路的兑现苏妙和赛妹 苏妙这里在中路用熊战去怼这个龙骑的话 应该说龙骑的这个输出 这个补刀是会比较难受 因为所有的近战carry 在中路的所有的近战可以说都被熊战克 没有任何一个近战在中路能打得过熊战的 熊战这个英雄是在 像剑胜类似剑胜这样的英雄在最火的时候被大家开发出来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熊战是在拿出来去劣势路打剑胜的 所以这个英雄他在打近战型英雄时候的这个优势太明显了 就是他对近战英雄的克制甚至比这个法姆基还要强 而且这场比赛在妹刚一上来选择是来中路去挂一下这个熊战 把这个熊战状态补一补 那么小精灵自己在这里应该是要等工资等到自己的瓶子 现在因为等工资比较快 所以他这个瓶子出的时间也不会太慢 上路这个大鱼去打大树的话也没有什么优势 前期大树的攻击力太不讲道理了 也就幸亏大鱼这个初始防还比较高 这里龙齐感觉要被单杀了 苏美奥这里 哎呦对方这里吃大药了 苏美奥这个扛塔扛的太多了 这小精灵连过来要搞事情要搞事情 熊战这个英雄在初始的移动速度方面是很多 就他之所以能够压很多英雄 除了他的这个平A以外 他的模型的优势是占的很大的一个便宜 他的这个模型优势是一个全方位的优势 就是他的这个作为一个敏捷型英雄 他前期的一个高血量 叶炎的现实又被杀了 最近有看国外队在杀鸡这个方面真的是研究的很透彻 这个蚂蚁又是把鸡给杀掉了 呃有观众说这个沙王可以去打这个熊战 沙王可以打熊战 你看怎么打熊战 你如果沙王打熊战 如果沙王这个熊战发现你一级沙王生的是一个腐蚀毒 他直接就开始追着你干 直接一级就开始追着你咬 你这个沙王就已经很就很难上线了 他可以直接把你给压到这个兵线外边 就是沙王可以打熊战的前提是建立在对方熊战压人不够狠的前提下 如果对方压人足够狠的话 你这个是很难有发挥的一个空间的 这里大树靠着自己这个初始90多的攻击力 跟这个大鱼是决斗了一波 大鱼戒就是仗着前期他这个护甲比较高 护甲如果比较低的话被大树捶两下 像凤凰那种英雄 那就是捶一下100伤害 平A一下100伤害 那个那个伤害就确实有点高的过分了 这个龙蟹也是选择直接去打野了 他确实在线上没法混 他确实打不过 这个没办法 他被熊战拍几下以后 他自己这个在线上的一个经济确实没法发育 而且熊战为什么说他的这个 他在线上打近战英雄 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模型优势 因为熊战这个英雄他的平A 他的平A是几乎没有前摇后摇的 他就是一个极快的攻击动作 这里踢住我以后 这个小精灵死了 在这里能不能连 应该是来不及连 直接被对方怼死 那Universe这里赶紧是一张TP TP选直接回到家里了 可能感觉时间太紧张了 没有来得及去调整自己这个TP的位置 其实TP下路一塔还可以 直接回到下路一塔 你看这个就是他的初始移速 带给他的一个优势 奇高的一个初始移速 再加上一个鞋 然后再加上小精灵给他加的移速 他可以在一双鞋的情况下达到400的移速 就是小精灵有一个连 然后再加上他一双鞋 他的移速可以达到400多 这个就是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模型的优势 而且熊战这个英雄所有的他的技能前摇也很短 技能前摇也非常短 所以这个英雄在很多时候他的一个击杀能力 线上反杀的能力 还有在线上这种单杀的能力 都是极强的英雄 为什么他现在被开发出来 经常去打这个 如果你把小狗的这个感染 就是大招 把他的感染交给熊战挂身上 你让熊战试试 他这个熊战秒人比这个小狗可怕得多 你想大于肚子里钻于熊战 出来以后超强力量直接开大 那个伤害大概要比小狗在瞬间的爆发要高出一倍左右 小狗之所以爆发高有很多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的这个撕裂伤口 得拍地板直接过来挠挠 哎这个苏妙 苏妙这个地方好熊啊 这不怕熊战 这不怕对方龙溪回头给个替吗 连过来 还要搞事情 还要搞事情 赶紧把山上的这个蝗虫打掉 赶紧把蝗虫打掉 要被追死了 要被追死了 什么鬼啊 为什么要这么打啊这波 这打得太凶了 没有必要的 回来一下直播间观众的问题 狮王能打得过熊战吗 狮王前期要是碰见熊战的话 就是被熊战怼到死的一个结果 根本就跑不掉 移动速度太低 拍地板 一二三四 开大招 第五下 熊战的这个大招 持续时间是四秒钟 他最好的 就如果当然你有条件的话 就是从第一下普通攻击开始 你就把这个大招打开 是最理想的 就是在超减力量 如果第一下 你没有这个把握的话 那么秒人的时候 就是最后两下 把这个大招打开是最好的 因为他在最后两下的时候 你的这个 怒意狂击这个被动 可以叠加的层数足够高 可以叠加的足够高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了 啊 现在 线翠锋消失怎么了 啥事儿啊 这里一个勾 勾重 撒一个粉 蚂蚁这里没有大 那这样的蚂蚁死了 Universe的第一波节奏 带的还是非常的好 他找的这个目标是蚂蚁 他矿着蚂蚁以后 蚂蚁出不去 我还敢预测吗 不预测 没法预测 这这这这没法预测 其实你真要说 国外的队伍的话 EG是不怕VP的 因为EG就是队伍 他们有一个大刷子 有一个大刷子 而且这个大刷子头不硬 RTZ这个人 很能刷 Sumiel也很能刷 就这种比较能刷的队伍 去打这个VP 其实VP并不算好打 在妹开始去补自己的等级了 他现在在妹这个前期 挂人挂的效果 非常非常一般 死的是没找死 杀人没怎么杀 目前来看一下 第二个经济方面 普刀方面小狗现在是全掌敌 经济方面 现在是中路的Sumiel的熊战敌 因为拿的人头比较多 几方一共拿了三人头 两个是熊战自己拿的 所以他现在经济第一是比较正常 第二名是对方的这个狗 拉美西斯的这个狗到现在为止呢 应该说发育的还是不错 马上拿到自己的一个B章 他的B章出来以后 第一波是可以去和队友去找一波节奏的 也可以选择继续战线去发育 因为B章这个道具 在大于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给对方点灯 然后并且流入人的情况下 B章这个道具发挥的空间其实比较小 哎这儿破误了 这儿破误了 这个地方破误了 Universe在这个地方在转 与苏妙选择来打盾 封脸加上相位已经就绪 所以他去打盾的话是一个无伤打 看一下这里 先手怼到了一个大树 大树零贡献直接死 这里框住了对方的一个远古冰魂以后 一张TP Universe这里反应非常的快 Universe这儿反应还是非常的快的 只不过就是 这个Roshan已经被拿掉了 这个Universe应该是看到我 这个Roshan已经拿掉了 我没有必要再继续在线上留住了 所以我干脆就是一个 开了一个机枪开了一个齿轮 然后直接在齿轮的掩护下面 自己直接TP走了 这里 服务器又僵了 服务器又僵硬了 服务器又僵硬了 隆起这个英雄在今天这场比赛就这场比赛的一个阵容来看的话 应该说不出意外的话还是比较克制这个小狗 应该说比较克制小狗 不是 冬器比较克制熊战 抱歉啊 这个 这两天说小狗说太多了 这 可恶了 他比较克制熊战 因为攻高 防高 他的护甲比较高的情况下 熊战的这个被动 那种怒益狂击他是一个物理伤害 他是要计算护甲的 所以你看前期熊战这个英雄在去打什么大树啊 打什么凤凰啊 打这个 就这一类英雄的时候 这个伤害很高 打这种 护甲偏高的这种英雄的时候 你看他刚才有好几次打这个龙骑的时候 你感觉他挠了好多下 身上叠了很多层的被动 但是 伤害一般 但是反过来你去看他打这个蚂蚁的时候 基本就是几八成直接就拍空了 这就特别是一个血量 一方面是血上限的区别 另外一方面就是护甲的区别太明显了 蚂蚁这个英雄是前期护甲特别低的一个点 你看现在一个蚂蚁六级蚂蚁 作为一个敏捷星雄 他只有4点基础护甲 如果刚才在 他刚才身上肯定是没有这么多护甲装的 肯定是没有这个天界的 这熊战开启了一个超强力量 好像是在找机会想要打 这里在找机会在勾 跳刀过来第一波 但是被对方捶住 这一个勾勾中 A的大招飘过来 EG这波要崩啊感觉 RTC第二时间切入到战场 先把对方的大鱼怼死 怼一半不打了 怼到一半不打了 小鬼脑死了一个小精灵 这里大鱼被怼死以后 看一下一个跳刀 继续追拉米西斯的狗 RTC的水人也还在追 下一个W 还有马上有 这个拉米西斯 这里小精灵卡位 连一下队友给加一缩 马上有下一个踩 果然是直接下一个跳 跳上来直接把这个狗给挠死 这样呢 EG这波团战士 用一个盾 加上一个小精灵的买活 换掉了VP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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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是换掉VP三个大哥 准确的说是 苏妙的这个熊战 这个打前速度确实还是快 而且由于这个英雄 可以比较早去打盾 所以他在补经济方面 是有他自己独到的 一个补经济的顺序 和补经济的这么一个方法 他不是像其他的英雄 在这个补经济的时候 靠着说我这个清兵快 我有AOE或者怎么样 我去不刷野 熊战完全就是靠我单体 伤害足够高 RTC挨一个大招 回不上来血 给上一个蝗虫 RTC这个地方没有人追 其实这是一个击杀RTC的机会 刚才这波团 刚才这波团的这个VP 之所以没有打赢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这个AE的大招 AE的大招飘过去的时候 谁是不带 RTC是等到你AE的大招砸过来以后 然后我第二时间切入大战场 这个时候等于是第一波所有的伤害 全部都打在了这个小行灵和熊战身上 熊战身上交了一个盾 如果刚才那个AE的大招砸中这个水仁的话 这个水仁可能就不会那么舒服了 他应该就不敢轻易玩 因为追上去的话 很有可能要被对方直接怼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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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是一波開我 這樣呢 剛在一波團戰結束以後 RTZ的這個經濟是保持的比較不錯 15分鐘已經做出了自己的林肯 假腿林肯 而且這場比賽他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在現在比較流行的草 哎呦呦 這個UNIVERSE的這個狗 利用一個導彈看到了對方拉米西斯的狗的這個位置 然後給了一個狗 這樣拉米西斯走不了 他沒TP了 隊友兩張TP落下來 AA的一張TP 另外一張TP是選擇取消 這樣拉EG這一波在下路 這波擊殺雖然說沒有能夠成功的擊殺掉對方 熊戰這一下一個不浪 RTZ這一波沒有搶到這個人頭有點虧 其實現在RTZ拿兩個人頭的話 對於他的這個經濟的一個幫助還是很大 而且現在熊戰的裝備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很短暫的這麼一個 小的一個飽和期 就是他的相位跳刀封臉 是一個小的一個飽和期 一個大招定住 拉米西斯的狗直接被怼死 不得不說EG這支隊伍 在這屆比賽的這個淘汰賽環節啊 因為這個淘汰賽是一個單敗制 沒有機會給他們賣蠢 他們賣蠢的時候在小組賽的時候可以稍微賣賣蠢 這個到了淘汰賽以後沒有機會給他們賣蠢 這支隊伍的一個表現一直是很穩健 VP在打這支EG的時候感覺好像是有點 有多少有一點問題他們這個打的 到現在為止他們VP這支隊伍他們其實抱團很強 但是完全沒有發揮出來抱團強的這個優勢 大魚在17分鐘的時候還沒有做出自己的跳刀 還需要再去擺一波野 這樣的話跳刀的大魚是一個節奏點 龍蠍蠢這裡模型又出BUG了 但是這個出BUG這個BUG 模型BUG很常見我們就不糾結了 雖然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是一個 這個左手骨折的這麼一個患者啊 而且這個表情有點呆萌 但是問題不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小狗 呃有觀眾表示為什麼中國戰隊只能強一會兒 這個A的大招砸上來 RTC這裡傳走 傳走大樹這裡一個隱身趕緊往後溜 趕緊往後溜 小精靈現在身上是有大的 RTC的這個狀態回上來了 RTC的狀態回上來了 那這樣的話可以反打 一腳踩 小精靈還在調整站位 大樹這裡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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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大招盯住 熊戰拍死了一個小狗 拉米西斯的狗已經死了 SOLO的冰魂也是死在了原地 水人第二波切入 蘇苗直接衝過來以後 直接給上一個跳彩 完成一波三殺 如同神一般的殺戮了 零換四 回來直播間的觀眾 就是因為EG這幫人 你要考慮一下這幫人 他們都是一幫 年齡都不太大 就不管蘇苗還是RTC 還是這個在妹等等這些人 年齡都比較小 而且這幫人都是很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出名了 他們在年齡很小的時候 就已經見過了足夠多的大風大浪 再加上這個美帝國主義的 這個邪惡的資本 萬惡的這個資本主義社會 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 所帶來的這個 比較富足的這種生活 哎呦VP好果斷 VP好果斷 19分鐘直接GG了 這也確實是具有這個VP的一個特點 就打不過你了我就趕緊GG 感覺打不過了我就趕緊GG 這個他們其實比MVP還果斷 MVP其實對我好歹打不過 我還是會裝一裝 他們其實打不過就是打不過 馬上就鬆了 非常的果斷 那麼這場比賽就正好 先給大家錄到這裡吧 那麼我們一會兒閒聊的東西 我們待會兒再聊 直播間這邊咱們繼續 錄播就先到這裡 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也是一場很精彩的比賽 那麼希望咱們秋季賽 未來的比賽 還是打的能夠讓觀眾更喜歡為重 好了我們稍日休息一會兒再見